我和我一位 在家裡的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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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日常購物經驗 向長輩比喻金錢的重要性 同時也宣導反詐騙 因為原鄉長者接收資訊 不似讀會區的快速 當前原鄉最常遇到的 詐騙情況幾乎都是 以電話詐騙為主 雖然我是一個獨居老人 但是我也常常會接到 就是人家打的大片 你的孩子在哪裡 需要什麼的話 因為這邊的部落的老人家 是早出晚歸 因為現在他們還是 以農務的生活方式這樣 所以他們吸收到這樣的資訊 是比較弱一點 所以他們在場接到電話的時候 可能就會懷疑 那有的老人家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詐騙他可能就會 一直會博取你的信任這樣 所以在原鄉的老人家 心又比較軟 所以很容易相信別人 所以他們在這一塊就會 比較容易被受到詐騙這樣 除了電話詐騙 還有書信詐騙 也是當前原鄉長輩會經常遇見的 例如造假的罰單 交費單據等等 加上當前AI科技的技術日行月益 因此也提醒長輩 不論是接到電話或是書信時 能多加確認 或是就近前往派出所取得協助 避免落入詐騙集團的陷阱 原市新聞 採訪報導